你覺得韓國瑜很像嗎 有像的地方但是不像的地方這麼多 一瓶光圈水也可以打贏市場的選舉好不好 同樣是靠著五路空戰舉勝 到底韓國瑜和柯文哲有什麼相似之處 柯文哲則是用自己過去的經驗 來觀察韓國瑜所吹起了新的效應 有像的地方但是不像的地方更多 尤其韓國瑜的外衣創意現象 這股潘流似乎也會影響到 台北市長未來巡奇也頗受外界關注 根據聯合報最新民調 針對台北市長巡奇調查 無黨提柯文哲獲得百分之三十八的支持度 國民黨定手中則是百分之三十五的緊追在後 民黨楊文哲則只有百分之八 對定手中支持度上升 僅落後柯文哲百分之三 所以我和韓國瑜效應有關 柯文哲則是不承認 民調是這樣 民調都參考看看 因為他也有機構效應 時間效應 還有事件效應 他本來就會高高低低 所以對我來講是這樣 反正每天就該做的事情認真做 不過我知道台北市民 自主性很高 媒體問及柯文哲 定手中民調上升 是我和他自己的事業有關 其實我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私言也不會 這個也不算什麼私言 我覺得這樣還是那句話 民調本來就會高高低低 你說我們有沒有看還是會看一下 但是坦白講我還是照我的方式在過活 對於韓國瑜外衣效應 社會已經變成全台 柯文哲則是做什麼原因 很多東西你知道 要事後做學術研究才能夠知道 現在看 常常當局的民調 老實講我觀察老半天 我也看不出所謂 至於有媒體記者問及柯文哲 他的社會會擔心 雅雯是遭到氣保的 奇怪 怎麼是我擔心他被氣保 這個問話邏輯也是很奇怪